隧道费开加三成四成这么多 在这样的营商环境的情况下 是呀是呀 如果你再加6 不敢大家加6 要知道 其实是不合理更不合情 究竟是否只是霸王行上公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差一点的东西 都要去到这么顺利呢 立法会加通视频 在这个时候呢 考虑回购来说 我们觉得股民的建议 这个是更加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去这样做 邱成母友说 曾经促请东西重新考虑加价申请 要估及市民的承担能力 但是东西始终一意沽行 经营东西的新香港隧道公司制下 兴建隧道的时候提入了大任司会 公司有责任为股东提供合理的回报 强调加价申请合理 根据新香港隧道提交的资料 截至2009年 东西在头20年赚了超过46亿元 但是几乎全数以估计派给股东 亚洲电视记者方先留下 国际方面